有醫師分析Delta病毒有四大威脅 請教一輪 目前我們臺灣真的疫情 已經開始漸漸看到曙光了嗎 因為大家都說7月12之後 應該可以來微解封了吧 甚至有些這個夜市已經來漸漸開放 人潮也都開始走出家門 家醫科醫師就說了 雖然現在已經看到二字頭 但是還必須觀察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面對這個Delta病毒 必須還有四大威脅 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 主要第一個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說到了 Delta病毒其實傳染力真的很強 比起之前的傳統豬 或者是英國病毒都來的高出了40%左右 傳染力非常高 而這個傳染力高就是因為它很容易 讓我們這個接合器接上了之後 就會有這個快速傳染的狀況發生了 只是現在我們的疫苗接種 可以看到其實大概只有8%左右 但是以往這個抗體面對這些病毒 我們說要群體免疫大概其實只要有67%的人接種之後 就能夠有群體免疫 但是面對Delta病毒必須來到83% 現在疫苗還是不足夠的 因此其實我們現在真的要提醒大家有疫苗趕快去打 另外大家會難以察覺Delta病毒就是因為 原本我們之前都說如果嗅覺喪失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被感染了 但是Delta病毒其實不會讓你嗅覺喪失 反而都是一些頭痛喉嚨痛或者是流鼻水 這是比較像一般感冒的症狀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有醫師說了 現在居家的快篩試劑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你真的覺得自己可能怪怪的 好像染疫了先去買來自己在家晒晒看 要騙接種率呢美國研究發現要看簡訊怎麼寫 再請一輪說明 現在真的要提倡大家趕快出來打疫苗 而在美國其實他們接種率已經算是非常高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部分的州 還是沒有很多人願意出來接種疫苗 他們就說了其實現在發簡訊也成為他們 提倡接種疫苗的一種方法 他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其實他們發了19種不一樣內容的簡訊 給這些還沒去接種的民眾 就發現到了其實如果讓那個內容 讓他覺得自己是擁有疫苗的疫苗在等你 這樣的話就可以提高接種率 大概來到5%左右 其實那簡訊內容他們說的簡單明瞭 而且附上健康護照的話 就能夠讓大家願意出來接種疫苗 或者是附上預約網站 都可以讓大家覺得 那簡單按一下就可以去打疫苗了 但是如果太過浮誇 或者是有點趣味性開玩笑的 可能就不會讓大家給接受了 另外也有一種不會去打疫苗的人 就是因為他對疫苗有質疑怕怕的 其實不管你傳各種簡訊 幾乎都是沒有效果的 不過還有一個就是 本來對疫苗無感的民眾 他們看到這樣的簡訊之後 也都是大大願意接受打疫苗的 因為他們就提到了有助於群體免疫 但是最近的疫苗很多種都在問說 到底打哪一種會比較好 現在有一份研究就說了 接種了用這個mRNA技術的疫苗 都可以大大降低發病的其成 因為可以看到他們分析了3000多人 發燒症狀的風險降低了58% 而且臥病在床大概兩到三天就能夠康復 另外就是病毒風險也大大降低了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打疫苗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免疫 只是讓你降低不至於變成重症 如何完結疫情帶來的心理壓力 再交給宇倫 在疫情之下其實還有一個狀況 精神科醫師要提醒大家 因為最近1995的生命專線 竟然是爆量了 因為從疫情一開始到6月底 爆增了大概兩倍 有一些這個金門的志工 甚至還接到苗栗的電話 主要就是因為這些電話 真的讓志工們應接不暇 而大部分的狀況都是因為中斷了諮商 很多這個神經敏感的族群 在這個時候可能就會 不斷的想要尋求一些慰藉 另外還有焦慮的民眾 大家都擔心自己會不會確診 而確診者更是內疚說 如果他不要去萬華或者是去哪些地方 是不是就不會造成家人確診呢 這樣自責的狀況也是非常多的 另外就是社會獵物了 常常都會聽說這個人又怎麼樣 那個人又怎麼樣 造成大家真的壓力都好大 另外家屬沒有辦法見死者的最後一面 也是讓他們非常內疚的 而護理人員其實他們感受到高壓 更是我們沒有辦法能夠理解的 所以現在就說了有可能變成疫情的深水炸彈 精神科醫生就說如果不好好處理 最後就是變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其實目前大概有四成的狀況 都是很焦慮的 或者是已經有人是失眠的狀況 主要就是擔心確診或是擔心家庭 甚至是工作沒有薪水這該怎麼辦 他們就說了其實現在國外研究SARS的經驗 其實這樣的比例大概是兩到三成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其實跟家人聊聊天 其實都能夠舒緩你我的情緒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